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家前述第二章第十三节那里说 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 因你们听见我所传神的道 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 乃以为是神的道 这道实在是神的 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感谢主我们今天 有许多信主的人 包括我们是信主敬畏耶和华的 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祂 求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 求神的灵在 今天传道人要给我们传讲的信息 让神的灵在 我们今天要唱的诗歌 祂的话语怎么样对我们说话 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感谢神 我们来到神的家 我们来敬拜赞美歌颂祂 请大家 诗篇八十九篇 我们的蒙福 是因为我们蒙耶和华的喜乐 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全员 是我们的父 我们的神 是拯救我们的磐石 让我们一起来观众 向耶和华去上手 高唱祿磐磊亚 我的神 我的父 我的方式 我敬拜你 你的心事 你的心事 我愿意你不便 结底抬urer 在方法 你的心事 我的父 我的争求 我ając彩你 你的心事 让主的谁说 无论为人间的天上 我要光顾向你去说 向你一生造成 阿里路亚 愿你喜悦我们 是我你的两名 在乎你终于你的空气 我要光顾向你去说 向你一生造成 阿里路亚 你是我的终于你的 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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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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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为你 你的身 爱 风声的语 风云的音 尽你的温暖 我已是 我的福 我的拯救 我总能力 你已寻世 空中的心 无论人 真必天下 我要恍惚 向你赴霜 向你仰相 向你仰相 高昭 阿弥陀余 你 peque乐儿 我们 是我你的脸容 良在乎你穿 吕异的东西 我要恍惚 向你嫉妨 向你仰相 高昭 阿弥陀余 你是我的主子 是你 我一生想你 我一生想你 是你 永不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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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愁闷 不要失望 全部是心上心中 一切是生存 绝而易足 终于心中 永不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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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拥重 也受人世的终于 永不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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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不畏心 高度的灵魂收手 要顺身心 要顺身分 让心靠住 誓言之大信仰歌唱 放心壮胆心靠住 不要吵 祖要失败 爱荣地离开 在祝上一条铃铛 祝会收拾与你 若不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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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会想着想着 别输了 使命有多 让心靠住 让心靠住 誓言之大信仰歌唱 放心壮胆心靠住 马太福音是一家卫士图结 我心里有何谦卑 你们答复我的恶 是我的安心 这样 你们心里就比得下安心 我心里有何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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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当复我的安心 我心里有何谦卑 你 为生比得安心 在老苦丹中带你 爱过我就是你的可惜 我心有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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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过丹中带你也 让我来世你等我死 我心有可惜 你当我的眼 让我过这愿 你身边的光线 但老苦丹中带你来 爱过我就是你的安心 我心有可惜 你当我的眼睛 我转眼 你心有可惜 我心有可惜 我的眼睛 我心有可惜 你身边的 我愛我的愛是永遠的 當今是清晨的 愛 美心變得我愛 戈琳多后书四章八到十节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何等礼物 耶稣使我救赎主 何等丰富 神已无别人赐 祂是我对 喜乐公义和自由 不便利傲晚 无限胜光平安 我心切心 为耶稣使我盼望 我生命与祂紧紧相遍 何悉其一阵眼 不离我 不失望 那是基督在里面活 黑夜水山 但我不会被丢弃 以果救助 永远在我身边 我虽然若人缓缓细细缓解 我的缺法显出祂的安安 我信心心我们就必保护 阿弥陀总不是一流路 我黑暗要过去我的山 不是我来世纪在你变化 不要惧怕 我知我已被赦灭 前途光明醉在一见夫妻 别心流血 守护同为我救赎 不知你不过完全胜了凡凡 我信心心我醉已完全解决 耶稣是我终于你 我说连你多过 我知又不是我 那世纪在你变化 那世纪在你变化 那一年变化 我心在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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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他在盖夜火 我知他在盖夜火 我知他在你变化 我知他在你变化 那一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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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他在你变化 那一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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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变化 那一年变化 那一年变化 这一年变化 那一年变化 better than Jesus danto为我 Govito 父神啊,我们感谢祢,我们来到祢的殿众来敬拜祢。 虽然我们有一些人,我们还是心是沉重的, 或许我们有些面对困难,我们会觉得心里面有重担。 可是祢今天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灰心, 因为祢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我们的依靠。 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所有的事情也不断地一直在我们没有想象中的变化。 有的时候我们掌握不到明天是怎么样, 可是祢是我们的磐石,你们所信靠的神。 父神啊,我们看见祢是多么的美好,我们今天来到祢的面前, 一起来敬畏祢,就是因为神是好,因为祢是美好的。 所有一切,我们的周围,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是不好,可是祢是好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敬拜祢。 我们要做祢的儿女,我们要做一个敬拜神的人。 虽然我们的身体,我们有软弱,虽然我们会遇到困难,虽然我们的工作上面会遇到难有危机, 虽然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关系,对人的关系,我们都会受到影响, 可是我们来到祢的面前,因为我们所有的不完美,我们所有的弱点, 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罪,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主祢讲, 我们都一样的可以做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祢面前来敬畏祢。 父神啊,今天我们在祢的面前来敬拜祢,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我们的心能够敞开, 让祢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说话, 让祢的圣灵将祢在我们这个地方一起来感动, 一起来推动我们, 让我们被祢的灵举起。 主啊,我们等一下一起去聆听祢的话语的时候, 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 让我们知道神祢怎么样对我们的说话。 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我们今天再一次有林牧师在我们当中继续讲他的讲道的系列, 讲到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去聆听神的话语, 我们时间交给牧师。 非常高兴在主日再一次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见面,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今天呢,我们在继续我们今年的系列的信息, 就是聆听神的声音。 那这个系列是为了配合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寻求从神来的词汇。 前两次呢,我们一起探讨了神如何向我们说话。 我们谈到在今天这个世代, 神最常,神用不同的方式跟我们说话。 那最常用的其中的一个方式, 就是透过我们人的思想意念对人说话。 但是由于我们的思想意念, 它会受到各种各样不同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自私的老我, 魔鬼撒旦的诱惑, 或者我们周遭社会的那种吵杂的声音, 以及我们的生活的环境。 因此呢,我们必须要学会如何分辨 我们思想意念到底出自哪里。 我们是否听到的真的是神的声音, 否则的话呢,我们的人生就会出现问题。 我知道有一个单身的信主的姐妹, 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 她非常渴望是有一个婚姻, 但是呢,一直都没有碰到合适的人, 通常这就变成什么? 生活的压力。 那有一天呢,她出差工作, 在路上就遇见了一个同乡, 人很好, 也很关心她, 更难得的是, 这位同乡说她也是基督徒。 那虽然这位姐妹呢, 她对这个同乡必有好感, 但是呢, 对方也没有主动提出要跟她继续联络。 那然后随着出差结束, 他们首次的接触就这样结束了。 这以后, 有一次她搭火车回家的时候呢, 竟然又碰到了这个同乡, 一路上呢, 他们两个人谈话, 谈得非常的投机。 那这个后来这个回乡探亲结束以后, 要返回工作岗位的时候呢, 她又想到了这个同乡, 就心里面蛮喜欢的, 于是她就向神祷告, 她说, 主啊, 如果你今天让我再碰到这个人的话呢, 嘿, 那就是什么, 我就全当这是你的旨意, 否则的话呢, 你让什么, 你就把我让他忘掉他。 结果你猜怎么样? 对了, 猜得很对。 结果她真的又碰到了, 又碰到了这个同乡, 所以这个姐妹就想说, 这一定是神为她预备的, 否则的话怎么这么碰巧呢? 就是三番五次, 两次不约而同, 于是她就非常放心地跟对方来往, 并且投下了感情, 但是没有想到, 不久她发现了说, 这个男的事实上已经结婚了, 可是因为她一准就认定了这是神对她的安排, 所以说她没有任何的戒心, 连对方是否结婚她都没去了解, 等到发现的时候呢, 她的感情已经投入很多, 自身就陷入到了婚外情的那个痛苦里面, 因为圣经它告诉我们说, 我们必须要学会分辨神的声音, 学会分辨我们里面的意念, 到底是否出自是神的, 我们看到了这个, 上一节, 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经文, 谈到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 他说, 亲爱的弟兄们啊, 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是焰, 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谈到说, 其实我们会碰到不同不亚的声音, 但是我们需要说哪一个到底是神的声音, 那我们从上一次我们讲到, 我们就看到了, 就是Rick Warren, 就是华里克牧师, 他就提出了说, 有七个准则, 可以让我们来测验, 来衡量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 到底出自哪里, 是否是出自神的声音, 那如果我们的意念, 不能够通过这七个标准, 那我就知道说, 他不是神的声音, 这个就是很实际了, 那如果你说通过了这七个标准, 那基本上是说, 那就是, 你就基本上就可以往前行, 这是他所讲的, 那我们上一次的时候, 我们就谈到了三个方法, 谈到了其中三个方法, 首先我们要问, 他到底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吗,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不是神的声音, 然后我们又谈到, 他是否帮助我们更像耶稣一样, 让我们能够有耶稣的品格, 如果不是的话呢, 也不是, 还有呢, 他是否得到教会的确认, 也不是说你一个人说, 这是, 你一定要有其他弟兄姐妹最好, 他帮你们一起来印证, 那今天呢, 我们就开始谈下面, 其中剩下的这四个方法, 来帮助我们来确认, 第一个呢, 我们要问, 说, 他与我们的塑造是否相符合, 他是否与我们的塑造相符合, 那以福所书, 第二章第十节, 他说, 我们原始他的工作, 是神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其实我们以前都有讲过, 在我们人出生之前, 神就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 他造我们是有他的目的的, 我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就是这个样偶然的存在, 我们来到世上是有原因的, 有目的的, 神造人是有他的目的的, 任何东西是有目的的, 那比如说我们人, 我造椅子, 我造椅子的目的, 它一定有目的, 那比如说我这个麦克风, 有麦克风的目的, 那任何一个东西呢, 它都有这个东西的目的, 那个表, 它有表的目的, 那椅子的目的是什么, 椅子的目的就是这样做, 表告诉时间, 然后这个麦克风呢, 它是扩大我们的声音, 那我不能够什么呢, 我不能够说说坐到表上面, 当然你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有时候也可以坐了, 不过是不舒服的, 那也就是说不同的东西, 它一定有不同的目的存在, 那神, 神呢, 他就是, 他对我们人有一个, 我们叫做, 就是特色的塑造, 或者是服饰的特质, 这以前我们都有讲, 叫做shape, 特色塑造, 那从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我们的属灵恩赐是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资, 我们喜欢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天赋, 我们的才能是什么, 还有了我们的性格, 以及我们人生的各种各样的经验, 当我们知道这些东西, 这事实上的很多东西, 是神给我们的, 由于人, 我们的特色塑造不一样, 我们不同的人就喜欢做不同的事, 有些人喜欢烧菜, 那有些人就喜欢会计的工作, 有些人一看到会计的工作就什么, 就是头痛, 比如说像我, 还有些人他就是适合比较喜欢做出头露面的工作, 那有些人就习惯做幕后英雄,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不同的设计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学生, 需要和目的, 那不是说, 那个椅子, 它的目的是让人坐下来休息的, 不是让我把它当成麦克风来用的, 那同样, 神塑造我们成为什么样, 有什么样的服饰的特色, 那神也希望我们按照这个服饰的特色去做事情, 那如果他给你那个恩赐让你做一个伟大的音乐家, 那他不会告诉你说你去做厨师, 道理就在这, 那因为什么, 因为他浪费了他对你的塑造,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一个人的武音不全, 他也不会让你去朝声乐的方向去发展, 那如果你擅长的是行政工作, 他对你的职业安排, 很可能是应该是和那个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需要确认, 就是我们头脑说, 我要做什么事, 我要做什么事, 我们要做什么事, 你需要问自己, 它是否适合神给我的特色塑造, 比如像我一样的, 我很羡慕动手能力很强的人,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我的动手能力是不强的, 那我比如说很羡慕, 比如说Tim或者Solomon, 他们修东西或者是怎么样, 我就是很羡慕那样的弟兄, 但是你是说神如果是呼召, 因为很多很羡慕的人就想去做, 对吧, 那我很清楚了, 这个不是神让我做了什么, 如果我有一个意念的话, 我会知道, 这只是我的喜欢, 想象的东西, 但事实上这个不是我,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动手能力真是不是那么的强, 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那因此神对我们的人生有许多不同的意念, 那他对我们的特色塑造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问一句话, 你擅长做什么, 你喜欢做什么, 你心中的意念让你做什么东西, 是否是符合神给你的特色的塑造, 如果不符合的时候, 你行事的时候就需要小心,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六到第七节, 他说, 按我们所做的恩赐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 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说执事, 就当专一执事, 或说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看到没有, 什么样的特色塑造, 就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神呢, 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去做的, 都和我们的恩赐和我们的能力, 与我们的特色塑造来是相符合的, 神给我们的意念, 通常他不会与我们的特色塑造相冲突, 我就知道有一个传道人, 他后来他是中年去传道, 原来在做IT工作, 然后呢, 完了以后呢, 传道以后, 然后就开始服侍主, 我觉得他非常好的选择, 然后完了以后呢, 他其实他很愿意去, 他很喜欢, 他看到人家在带敬拜的时候, 那他就很喜欢, 那他就因为特别是看到人家在弹那个彼塔尔, 然后又带唱诗的时候, 很酷的, 然后他就说, 哎呦, 我也开始要什么, 也要弄这个东西, 但事实上后来他妻子跟我说, 他其实他根本不行, 他说就是很多时间是浪费时间, 是浪费时间, 神给我们的意念, 不会与我们的特色塑造相冲突, 但是如果临时需要帮忙的时候呢, 仍然我们是可以做的, 比如说我经常出门, 带不同的聚会啊, 教导啊, 服饰等等, 但是我到有些地方的时候, 我要带他们什么? 敬拜, 有些人他们觉得不错, 牧师全能, 其实我知道, 金凤在这儿, 或者是我们这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来到这个地方, 我就不要带敬拜了, 为什么呢? 真正有恩赐, 真正塑造, 服侍塑造的人, 是在这个地方, 他不是我, 我的塑造, 特色塑造, 不是在这个方面, 我的特色塑造, 是比如说是教导, 然后我可以外出去帮助不同的弟兄姐妹, 帮助弟兄姐妹的灵命成熟, 因此我知道说, 神不会让我朝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虽然我喜欢, 虽然我喜欢, 那好, 首先我们要问这第四个, 它是否与我的塑造, 是特色服饰的塑造相符合, 然后第五个呢, 它是否与我的责任有关, 它是否与我的责任有关, 人际交往, 这个相处的一个重要理念, 就是界限,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 对自己界限以内的事情负责任, 界限就是说, 我的责任到哪个地方停止, 别人的责任从哪个地方开始, 那我呢, 不要什么, 我不要越界, 我不要越界,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越界, 常常会越界, 比如说, 在教会服饰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有些事实上不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我们去做, 让事实上负责的人就很难做, 还有呢, 我在中国的时候, 在疫情之前, 我去上海北京, 这两个地方的时候, 我通常去, 我有时候花个时间, 去他们的相亲角, 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知道, 什么叫相亲角, 相亲角不是说这个男女在那相亲, 是谁, 他的爸爸妈妈, 拿着这个孩子的介绍, 然后呢, 比如说上海, 好像是人民公园, 北京好像中三, 我忘记具体是哪个公园, 他都有相亲角的,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孩子, 多大年龄, 他喜欢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呢, 那些父母在那里交换意见, 哎, 我的女儿适合你的孩子, 或者是你的女儿适合我, 其实蛮有意思的, 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真的是一个特色, 那事实上这个就是什么了, 这是很明显的是越级, 最后变成什么了, 父母在那相亲了, 同样, 我们问同样的问题, 如果这件事情与你无关的话, 神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呢, 和这件事情有关的东西告诉你呢, 懂吗, 如果和你没关的话,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们看圣经,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 他记载了主耶稣和彼得之间的对话, 当时耶稣就告诉彼得, 他说你今后需要为主受苦, 并且你以后会如何去死的, 他就告诉他了非常非常清晰, 我实实在地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然后后来你要被竖着带子, 然后被人家绑着, 基本上这是耶稣对彼得说的话, 他说你以后会怎么怎么样, 就是以后你是要为我受苦, 受苦讲得非常的清晰, 那你说彼得怎么回应呢, 彼得他回应, 通常的时候说到我, 那怎么样啊, 我需要怎么样去预备, 对不对, 通常是这个样子, 但是彼得他在接下来二十一节, 他就说, 那他就转过身来, 非常好奇地就指着这个约翰, 他说主啊, 他说这个人将来如何, 主耶稣就说本来说到他了, 对不对, 他说这个人将来如何, 然后二十二节, 那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若要他等我来的时候呢, 与你何干, 他的意思, 我用这个比较白话跟你们分析, 他就是说, 你只要管好自己的事就是了, 他的前途和你无关的, 你不需要什么, 为他操心,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有关他的事情, 简单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简单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我不能为我的孩子的生命负责任, 虽然我们生了孩子, 也不能的, 那我需要关心的是神对我的带领, 我需要关注的是我人生道路走向哪个地方, 我不需要其实为别人来抽薪的, 不需要说, 哎呀, 我孩子结婚了没有, 我孩子怎么怎么样, 不是的, 不是的, 为什么呢, 一个没有必要, 他要对他的生命负责任, 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也没有那样的精力和时间, 很多时候我连我自己做事情的动机, 我都搞不清楚, 更别说我要对你们做事的动机, 我要去操心了, 没必要, 我们要分清楚神是否是对你说话, 那你来来就需要去问, 神是否真的是对我说话, 还是说谈到的是别人的事情, 如果谈到的是别人的事情的话, 你就需要去问, 它是否涉及到我的责任, 与我的责任是否有关, 当你聆听神对你说话的时候, 你需要聆听神是真的是对你, 对我们自己说话, 我们需要去问, 那而不是说, 你比如听讲道的时候, 你说这个话是讲给我妻子听的, 这个话是讲给那个弟兄听的, 不是的, 你要是说为自己来听话, 为自己来听话, 那我就会辅导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就是父母之间的问题, 然后父母跟孩子之间的问题, 然后在辅导的时候呢, 通常他们就会说, 哎呀牧师, 他说你看他就指着他的孩子或者是他的配偶说, 这样的问题, 你有机会的时候, 你好好去跟他们讲, 就是讲他们, 通常是让我帮他们说话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可能有, 我跟你说,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现在是跟你说话的, 因此呢, 你需要听什么样的话是针对你的, 如果我说到别人的话来, 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听神如何去对你说话的, 那因此, 你如果觉得神告诉你有关别人的什么什么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你看很多比较有善意的基督徒, 那其实他有善意了, 但是很多时候自以为是, 我碰到过这样的人, 因为他认为神告诉他别人应该做什么, 神告诉他别人应该去做什么, 那结果呢, 就对他人可能会造成许多无知的伤害, 比如说, 哪个弟兄或者是姐妹身体健康有问题了, 那他说, 神一定会, 我靠神, 神一定会医治你, 那看到了吗, 然后包括有些比较灵的那些步道家呀, 神告诉我, 对吧, 你现在要什么, 奉献多少多少钱到这里来, 当然我也喜欢神跟我这样说, 对吧, 或者是说什么了, 我知道了你们东西哪个人有什么什么样的罪, 你现在你还不清楚的, 神告诉了我, 看到问题就开始出现了, 问题出现了, 为凭什么神要把这个人的罪告诉他, 而不告诉他自己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问这样的话,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搞得不清楚,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和神直接的交往, 神如果是让这个人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做什么样的感动, 他会什么呢, 他会向这个人说话的, 而不是说他不知道, 而你知道, 你去告诉他, 不是这样的, 看到了没有, 这个叫什么, 越界, 这个叫做越界, 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可以直接和神沟通, 你不需要先去处理别人的罪, 你要处理什么, 自己的罪, 因为别人不能替你去处理你自己的罪, 你自己要对自己的罪要清晰, 神会因为你的罪来告诉你, 神会因为你的罪来告诉你, 那神如果是对其他人关注的话, 他会直接跟他沟通的, 那同样我们要小心在教会里面, 那有些人呢, 他会比较, 特别是在一些教会里面, 他们呢就是需要同工, 神呼召你出来让你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那除非神亲自的告诉你, 你不要因为说什么了, 因为牧师跟我这样讲了, 因为长老跟我讲了, 因为同工跟我讲了, 好像这就是神的心意, 如果是神的心意的, 他一定会什么, 让你知道, 一定会让你知道的, 特别是说别考虑这么多了, 对不对, 我已经很清楚了, 神让你做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是你不清楚的话, 问题就开始什么, 出现,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这一点, 那通常我服事的原则, 我通常呢, 我如果现在正在做什么样的服事, 除非我非常清晰, 神给我有一个其他的带领的话, 我会继续服事, 直到什么, 直到说神很清晰地告诉我, 说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好, 那现在就有人问说, 那是不是神就不会对我说有关别人的事情, 其实偶尔也会的, 或者有时候也会的, 但你要符合下面这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 神, 他会用你来确认, 他已经对别人说过的事情, 神很少是说, 先给你说, 然后再给那个人说, 很少这个样子的, 那别人的事儿呢, 通常的话, 神会先告诉那样的人, 那神呢, 他会告诉你, 用你来确认, 确认他已经告诉别人的话, 比如说, 很多时候我会觉得, 好像神对我这样说了, 但是我不确定, 但是我不确定, 但是后来有其他人告诉我, 他们有同样的感动, 我需要做这样的事情, 通常是这样的, 那我的感动得到了别人的确认, 比如说我这个全时间出来服事这件事情, 那这个感动, 是很深的, 但是我不是很确定的, 我需要一个什么呢, 慈敏他就告诉我说, 是的, 所以说他的yes, 事实上是很关键的, 确认, 但是要先出自我, 通常, 还有一个呢, 神对你说话是为了帮助别人, 他通常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告诉了你,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容易很自负, 就觉得我很骄傲, 我了不起, 我跟谁是通灵的, 我你没有, 所以说你要通过我来告诉, 不是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跟神沟通, 很多时候, 神会通过我来说话, 上次其实我有讲过, 你很多时候你根本没有意识到, 你说了这个话, 事实上是来自神的, 对那个人有很大的帮助, 有时候我跟你说, 因为在幕会这么多年, 很多时候碰到了一些弟兄姐妹, 其实都忘记名字了, 包括我跟他们受洗, 有时候我觉得很, 我不知道, 就是没有这个塑造吧, 我想, 如果真的碰到这样的人的话, 真是对不起, 不是故意的, 他们就跟我说了, 他说牧师, 你知道吗, 那多少年以前, 正是因为你跟我说了这句话, 让我在人生当中做了什么什么样的决定, 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改变, 我说, 这样的, 我知道那不是我说的, 那是神借着我说给他听的, 你也可以, 你们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 包括你带人信主也是一样的, 你带人信主, 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说了那个话, 但是你说了那个话以后, 就让这个人信主了, 这是什么, 这是神借着你说话的, 借着你改变生命的, 你知道, 这个通常是什么, 你不知不觉就做了, 你不知不觉就做了, 当然我在这个地方, 我并不是说, 这个我们在教会做同工的, 做长老的, 做牧者的, 我们不需要关心弟兄姐妹的生命, 绝对不是的, 不是, 我当然要关心了, 从某一种角度上来讲, 因为那是我们的责任,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人生命到底怎么样, 是他自己要负责的, 你的责任是什么, 好好的教导, 也许你最多提醒一下, 差别其实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小心, 我们呢, 就是需要小心, 然后, 这个, 罗马书, 罗马书四四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 他说,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十二节说, 这样看来, 我们个人必要什么, 将自己的事, 在神面前说明了,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好, 那第六个准则标准, 我们要问, 它是否, 它是否是责备, 而非控告, 责备和控告是不一样的, 责备和控告是不一样的, 责备是来自神的, 控告是来自魔鬼, 傻蛋的, 通常呢, 责备它会指出说, 你需要改变的地方, 控告呢, 它会让你觉得, 我心里面, 哇, 这个人怎么这么招啊, 怎么这么差劲呢, 当神指责你人生当中罪的时候, 通常是很具体的, 他会不会很清楚地指出说, 这是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这个心态, 你这个行为是需要改变的, 具体的, 你在这个地方出了什么什么样的错, 非常的具体, 而来自魔鬼的控告, 通常是笼统的, 通常是含糊的, 通常说, 哎, 你这个怎么这么坏啊, 你一点都不好, 你这个没用的家伙, 神永远不会用你的, 你还是基督徒呢, 你还这个样子, 你看吧, 他就会把你贬得很低, 通常我们听到他说, 你还是牧师呢, 会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很笼统, 他为的是什么, 要把你打垮, 让你产生无力改变我们, 无力改变我们行为或者思想的一个罪纠感, 这叫什么, 这就是控告, 当神谈到你人生当中需要改变东西的时候, 通常是很具体, 带来的结果通常就是什么, 人的认罪悔改, 然后得到神的饶恕, 人最后得到释放, 责备是来自神的, 是来自圣灵, 那控告是来自魔鬼的, 我们需要把两者把它分清, 比如说有些基督徒非常地自卑, 原因和以前家庭的背景是有关系的, 那通常他们会误以为, 他们内心的那种指责, 控告了, 是好像是神在骂上没用, 那事实上呢, 这些声音是来自于过去, 他们的原生家庭当中, 比如说他们的父母, 他们父母的责骂的声音, 因为小时候无论他们怎么样的努力, 都不能达到父母的标准, 都得不到父母的称赞, 在父母的眼中呢, 他们一无是处, 干什么都不行, 长大以后呢, 他就什么, 我不行, 我没用, 这样的意念时常会出现在他们的脑海当中, 那他们信主之后, 他们可能也会误以为父母, 父亲嘛, 而天父好像也是这个样子的, 就像他地上的父亲对来他们一样的, 那常常会有这样的情景, 你这个糟糕透的孩子, 你怎么这么没用啊, 你怎么这样不让我省心呢, 你是没救啊, 这样想的人呢, 他其实还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做恩典, 恩典, 那, 他们还不明白, 我们一切的软弱, 一切的罪过, 都已经被耶稣基督的保险说, 解禁了, 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要为主而活, 对不对, 我们人是不是要为主而活呀, 是, 但是我问你一个, 为什么我们要为主而活, 为什么你要为他而活, 你为主而活, 不是因为神一直站在你的旁边, 一直在敲打你, 一直在敲打你, 这个, 说, 你做的还不够, 你做的还不够, 你可以再做的再好一点, 可以再好一点, 那个不是神对待他孩子的方式, 神他已经告诉我们, 他已经赦免了, 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罪, 事实上, 当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就在朝着向天堂那条路, 在走着, 那我们需要用感恩的心为主而活, 而不是因为我怕被神鞭打而为他而活, 这两个是有差别的, 这两个是很大的差别, 因此我们说要常常感恩, 感恩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为主而活, 今天会常常提醒我自己, 我要为基督而活, 因为什么, 因为他如此的爱我, 那我要为基督而活, 不是因为神在那里恨铁不成钢, 他不断地敲打我, 让我很难受, 我要为基督而活, 因为当我为基督而为神相交, 然后彼此和谐的时候, 那种平静平稳的那种感觉, 是无论比喻的, 我们要医治, 要得到医治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就是认识到神并非, 一天到晚都和我们过不去, 我们要记得, 祂爱我们, 祂爱我们每一个人, 那我们要想查验, 我们里面的意念, 听到的声音是否是出自神的时候, 你可以问自己, 祂是否清楚地指出我问题在哪, 然后你再问, 对这个问题我能做什么, 当神让我们确认的时候, 你记得,祂不是在那里指着我们说, 不是的, 祂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 可行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很多人, 比如说他从国内出来的, 他有经历, 比如说有堕胎的经历, 然后来到北美的时候, 碰到这样的人, 他心里就是说, 你不可以堕胎是什么什么样的罪, 对吧, 但是呢, 已经发生的事情由于环境的问题, 因为那是一胎化, 那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怎么弥补呢, 是会内疚,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重写历史, 没有的, 但是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那教会里面碰到还有一些人, 在不同的教会了, 比如说同心恋, 也是一个问题的, 你很难是说什么了, 你马上按一根按钮, 对吧, 你来说, 你一定要立刻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很多时候并不是说, 咔一下就转过来了, 不是的, 神知道这一点, 神知道我们的软弱, 神知道的, 我不知道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东西, 是你隐藏的东西, 你一直在那里, 就是被捆绑, 神明白, 神了解, 神没有只是说, 告诉你说, 你要成长, 你要成长, 你要禁止别做这样的事, 你要停止这个欲望, 不是的, 事实上呢, 几乎没有人, 我敢说, 很多时候当我们被捆绑的时候, 让你立刻马上去做一个切断的时候, 不是做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 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 当神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这件事情呢, 是我们能够处理好的, 他如果让我们做的话呢, 我们是有能力可以做到的, 最重要的意见就是, 你需要明白, 神优先对你的考虑是, 你做了这个事情以后, 是否跟他的距离是近了, 还是更远了, 你是更加圣洁了, 还是不是, 那他对你说的一切事情, 是为了兼顾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任何让你把你把神把你推走, 弃绝你, 让你感到厌恶自己, 或者是拒绝你的话, 你知道这都不是神的声音, 魔鬼在那里控告你, 那当然了,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 还不是一个基督徒, 这有两, 这有些复杂, 不一样的, 因为当你拒绝耶稣的时候, 当你拒绝神爱的时候, 神通常的反应是什么, 随你去吧, 这是你的选择, 知道吗, 你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你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那这个, 神不会让你处在一个环境当中, 你没有出入, 不会的, 基督徒永远是有盼望的, 永远是有盼望的,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 除非是什么, 除非你不要神, 你不要基督的拯救, 那你的选择, 你的选择, 那神给我们的信息, 也就是让你,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怀抱当中, 回到神的面前, 那我们又问一个问题了, 基督徒是否应该有罪纠感, 应不应该有罪纠感呢, 我现在发现你们不太敢回答问题, 应该有, 你知道吗, 那当然应该有的, 但是不应该一直有下去, 不应该一直有下去, 一旦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错了, 我们犯罪得罪神了, 这个就是罪纠感, 对吧, 就是我们知道了, 我们就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开始认罪, 我们就应该开始立刻, 神就会立刻赦免我们的罪, 如果我们认罪的话, 问题解决, 这认罪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很熟, 他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什么? 信使的, 祂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应, 你记得这个话, 一切, 无论你犯什么样的罪, 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祂一定什么? 可以说免我们一切的罪, 这个就叫做恩典, 这个就叫做恩典, 那还有人误以为, 说我们需要属灵, 当然是需要水灵, 我们需要对罪敏感,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误解, 什么叫做罪的敏感, 不要一天到晚, 就是怀揣着罪就怪, 神的对不起, 我又让你失望了, 我又让你没脸了, 好像要跟神长脸的, 要知道一件事,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的, 你要知道什么叫犯罪, 犯罪不是说你只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犯罪也包括, 我们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事情, 我们没有去做, 这个叫什么? 犯罪, 你要爱你的仇敌, 你没有爱, 这叫什么? 犯罪, 那你说哇, 那就是你一天到晚说, 哎呦, 对不起, 神啊, 我又让你犯罪了, 我又让你失望了, 你如果一天到晚处在这个情况当中, 我跟你说, 你很难做的, 你没有办法做的,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永远不可能让神失望, 为什么? 因为他对你非常的了解, 你还没做之前, 他已经知道你的软弱了, 他早已经知道你要犯的每一个罪, 在你犯罪之前, 他已经知道你要犯什么罪, 你只需要回到他的面前, 认罪悔改, 你就可以立刻呼吸到神的灵, 进入到你的里面, 带给你饶恕, 让你的罪得到掌控, 我们就可以立刻回到和与神相交当中, 神的责备带来了, 是认罪悔改, 饶恕释放, 认罪悔改, 饶恕, 最后一个很重要, 释放,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那种平安, 你看启示录第十二章, 第十节, 到最后的时候,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下面这句话怎么说, 他说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 就是魔鬼傻蛋一直在那里控告我们的, 你知道, 所以当你被控告的时候, 你知道这不是神的声音的, 这个不是神的声音的, 就是说差别在这个地方, 差别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最后呢, 一个就是,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这个意念, 是否会让我有神的平安, 是否有神的平安, 当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 我们内心里面会有说不出来的平静和安稳, 因为那是内心里面的一个, 我们里面的一个确据, 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服从的是从神来的话语和声音, 那有时候我们似乎不能够百分之百的肯定, 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到底真的是神的声音, 还是不是, 到底是否是出自神的指示, 还是说我们内心的平静等等,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圣经是怎么教导的, 腓立比苏第四章第七语, 他说,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什么, 心怀意念, 如果你的心怀意念真的是出具神的话呢, 他一定会给你什么, 来自他那里的平安, 来到他那里的这个平安, 这个平安, 它不是环境所赐的, 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平安你说不出来的, 但是我们知道它是出自于神的, 它是出自于神的, 神的平安, 他能够保护我们的心思, 叫我们不至于忧虑, 也不至于沮丧, 他也不会因为我们做了这个合乎神心意的决定之后, 而恐慌, 不知所措, 这就是内心的一种平静, 很多时候我知道这个平静不是说我修炼的好, 而出自我自己的, 不是心理作用, 而是神放在我里面的一个确据, 我们要问, 很多时候我们要问, 说这份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否在我里面, 如果是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神所做的, 我们所做的是讨神的运啊, 因为神以平安来回答我们的祈求, 神以平安来回答我们的祈求, 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三十三节, 他说,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而是叫人安静, 你不需要那么紧张, 如果做任何事情你很紧张, 特别很急的时候, 我一定在这个什么时候一定马上做的时候, Slow down, 慢下来, 学会要慢下来, 因为如果你心里有任何的疑惑, 你都要小心, 因为你的思想意念可能不是来自于神的, 可能是来自人的, 或者是其他, 来自自己或者是其他人的, 如果你觉得有压力, 我必须要匆匆忙忙做这个决定的话, 特别是这个决定是关心的, 你人生当中重要的决定, 比如说找配偶啊, 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 这个工作的方向啊, 像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安静下来, 因为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Salesperson, 就是那个卖东西的人, 就说,赶快没这个过这个村, 没什么这个店啊, 这个不是神做工的方法, 在圣经当中对人生最大的决定, 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充充忙忙的行事, 因此圣经说, God is patient, 神是有耐心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等很久的, 很多人说,赶快信主吧, 有时候人家吹他, 甚至要trick他, 然后来说,赶快, 有人教人家这样去做, 其实这个不好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真正的从他心里面做了这个决定, 那我们需要去花时间确认, 因此当我如果带人信主了, 带他做觉知祷告的时候, 我要一步一步很清晰地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 然后就说, 你要吗, 你现在还有回, 那个, 还有那个叫做, 不是悔改, 还有那个回头的机会, 你这个, 我让他很清晰知道说什么了, 他这个东西是有神的平安在里面, 而不是让他说稀里糊涂, 然后树赞树诀, 不是的, 我相信如果你真正听到是神对你说话的话, 你一定会做正确的决定, 把你的人生交在神的手中, 我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中的话, 给你这个机会, 我不需要让你举手, 也不需要让你做角色, 但是你要很清晰地说, 你要不要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与你同在, 带领你, 看顾你, 保守你, 如果你有这个平安的话, 因为今天是时间, 然后呢, 你可以完了以后可以找我们同工, 你也可以找我, 我们来聊, Mix就是要确认你真正是, 这是你要的, 如果你有压力的话, 有焦虑的话呢, 通常呢, 这个东西呢, 是出自于自己, 甚至可能是出自于魔鬼,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它不是出自神的, 当然这也有例外了, 也有例外, 这就是当神让你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你没去做,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有压力, 会有焦虑, 你这个时候可能会有, 当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应该去做的时候, 当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应该去做的时候, 那你呢, 没去做,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压力, 因为那叫做圣灵的吹鼻, 差别在这儿, 差别在这儿, 比如说你要向人传福音, 你里面吹鼻, 你向人传福音, 那很多时候我们说, 哎呀, 这个很熟人啊, 以前都没讲话, 很难说出口啊, 等等的, 但是如果你里面说, 哎呀, 我要向人传福音, 那个是什么, 很多时候这可能是来自神的, 这叫做圣灵的吹鼻, 格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 他说我们做了东西, 又要叫什么, 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 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 如果神确实对你说话了, 如果你心中的意愿真是出自神的话了, 你心中一定会有平安, 照着去做就是了, 我以前稍微有分享过,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没听过, 那我当时离开微软出来的时候, 这是对我的人生事实上是很大的一个决定, 它不只是影响到我, 还影响到整个的家人, 那因此当我当时出来的时候, 我要非常清晰的那种确据和平安, 但是很多时候当时, 其实很多事情让我很难做决定, 当然一个就是说慈敏的同意, 那因为这是一个确据对我来说, 还有在神面前两件事情我过不去, 就是很难让我做, 一件事情呢, 其实我是很喜欢微软的, 很喜欢, 如果我在说, 神让我如果人生再重新过一遍的话, 我可能还会选择同样, 做同样的选择, 我觉得他对我的人生有很多照旧和帮助, 包括神的塑造就在那个环境当中, 那还有呢, 因为他们的福利各方面, 我们那个时候事实上是蛮好的, 有时候小孩, 那我们家小孩小的时候啊, 我们说去哪儿玩, 或者是带你去哪儿, 他们就会是什么, Macro thought, 就是我们去哪儿玩呢, 因为那里面有吃有玩的什么东西, 都有很多东西, 那我也省心了, 对吧, 那, 所以说了, 我要离开那样一个环境, 事实上是很难的, 很难的, 那像我就是说, 神道友说, 这个是你要负责的事, 这是第一件事, 你要给我那里来的平安, 第二个事情, 我当时要考虑的就是我的父母, 因为我的父母需要被照顾, 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孝敬父母, 那在这之前, 他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的, 他就住在我们家, 然后我们就照顾他, 所以说我们有三个孩子, 然后家里五口人父母, 那我要照顾, 那我要离开的话呢, 特别, 家里面可能还好一点, 那父母怎么办, 所以说我就跟神祷告了, 我说神啊, 我说这个父母是谁take care了, 那你既然要呼召我出来, 那就是你要负责了, 交给你的手里面,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打号, 就是希望在西雅图地区可以找到他们居住的地方, 那他们就比较, 不是挑了, 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因为你如果是去Chinatown啊, 去那些地方啊, 或者就比较容易, 但他们要求是什么, 因为他们在这边的教会, 湖东教会已经有服饰了, 然后的话呢, 时间又快没了, 在湖东教会又有服饰了, 因此当时一个打号就是说, 需要找一个地方是离他们教会很近, 让他们可以继续的服饰, 继续的参与, 那我们就在我们附近找了, 找了都没有地方, 有一个地方, 我说你去, 他说排队排多久? 五年, 他说排五年, 那我说我要神, 他说你既然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但是排队要排五年, 那我们就等吧, 当时的慈禀就一直在吹我, 他说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我说我也没办法, 我们已经尽力了, 后来真正决定要想出来的时候呢, 有一天我就无意当中, 我想的是圣灵的很清晰的一种感动, 他就说你打电话再去那个地方, 再去聊一下, 就是看看有没有地方啊, 然后我一打进去, 我就是expect, 就是我期望他说没, 没有位子, 然后我打电话进去的时候, 然后他说, 他说我们现在有位子, 他说你要不要, 要的话现在可以马上可以进来, 我说怎么会是这样, 你不是有个waiting list吗, 他就说, 是因为他们新换的manager, 他们原来的waiting list丢了, 他们要重新排队, 那我就是第一个去打电话进去, 那就是排到第一了吗, 那不就是吗, 真的是这个样子了, 神是很奇妙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在微软, 就是心理啊, 那时候正好他们经常会改组, 就是re-org, re-org的时候呢, 原来在我手下做了一个人呢, 他就变成了manager,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觉得我以前, 他在我手下的时候, 我觉得对他蛮好的, 但是后来我想, 可能有一个词叫做小人得志吧, 我说这个话, 不是说我很恨他, 就是说, 就是心里面那种描述那种情景吧, 那他就是开始跟我找麻烦, 那他就开始, 我本来是很愉快地在那里工作, 结果在那里工作就变成miserable了, 对我来说, 那这个时候我就很清晰, 是什么, 是离开的时候了, 慈命也同意了, 父母问题也解决了, 那你说你有没有平安呢, 然后就很清晰地就可以放下来, 因为我知道神会看顾一切的, 神会看顾一切的, 好, 那我们知道哈, 明白聆听神的声音, 特别是要清晰, 我们的思想意念到底出自哪里, 在我们基督徒, 灵命成长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 很重要, 我们已经谈到了有七个方式, 那我希望我们能够记住, 首先我们要问它是否符合圣经的教导, 它是否让我们更加像基督, 是否得到教会的确认, 然后呢, 它是否和我的塑造相符合, 然后是否和我的责任是有关, 以及呢, 是否是指责而不是控告, 而不是控告, 然后呢, 它是否能够给我带来从神那里来的平安, 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道路当中呢, 可以不断地操练成长向基督,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的天父, 我们再一次谢谢你, 再一次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再一次谢谢你看顾保守我们, 借着这几次的你的话语, 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有个非常实际的一种操练的方式, 让我们能够分清什么是你的声音, 什么不是你的声音,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 主啊, 有你的同在和带领, 谢谢你看顾保守, 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那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耶稣基督的塔地宾, 我们在感ção右 Im at的 makers庭台上, 让我们低头领受从神那里来的祝福 愿耶和华示恩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阿们 好 让我们坐 一般我们聚会完了以后 我们都是有一个欢迎跟报告的时间 那我们先来去欢迎一些 我们新来我们这边一起跟我们去聚会崇拜的朋友们 第一位是张玉凤 张玉凤在哪里 我们会把一个麦克风给你 你可以跟你讲 自我介绍一下 张玉凤在楼上 不用急 不用急 慢慢来 可以说一下 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大家好 各位姊妹好 这是我婆婆 我替她介绍一下 因为她耳朵不太好 然后她是刚从中国来 应该刚一个星期吧 然后在杭州的时候一直都是侍奉上帝 是吗 就是一直参与教会的一些活动 然后 她做什么 这教会都做什么 你叫什么啊 听不懂 就是 对 她就是一直在杭州 每周都去唱诗 然后做礼拜 做礼拜 然后今天第一次来这个大家庭 谢谢大家 然后以后有什么可以多交流 欢迎你们 请问她是陈孝芬吗 不是 她是张玉凤 OK 对不起 好 谢谢欢迎你们 谢谢 下位下一个是有一位陈晓芬 陈晓芬在哪里 在前面 你稍等一下 他们要拿那个麦克风过来 因为拿到麦克风呢 讲话的时候 我们才能听得到 因为你在讲话 后面的人都听不到了 好 请问给这位朋友 弟兄姐妹好 真的很开心来到这里 敬拜赞美神 我们 这是我丈夫 邓论生 弟兄 我们来西雅图十年了 那我们是准备要去回中国 去办事 然后就去夏威夷 去到儿子那边 就等于从夏图搬迁到夏威夷去 那我们是在正道堂的一个聚会 然后现在呢 就是这个星期住在张一默家里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就来这里聚会 下周我们就回中国 谢谢 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 祝福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能听到一场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清晰的讲道 非常荣幸 很高兴大家在一起敬拜神 谢谢 欢迎你 还有最后一位呢是周志光 周志光先生在哪里 周志光先生 大家好 我中文名是周志光 英文是John Chow 今天很高兴 跟你们后面 然后宁慕胜讲的也非常好 我其实中文不是很好 我基本上在这边长大 可能会试试看九点半是不是有一个英文的 很高兴 谢谢 每一周我们如果有朋友来到我们这边经过 不论在或者有一些的来到搬到这边的这区的人 我们都是很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崇拜 我们教会呢是九点半 我们有英文的崇拜 然后十一点钟呢 我们用华语国语 普通话在这里来敬拜 那第二件事情呢 要跟他报告一下呢 就是Larsen Farm Larsen Farm就是有的时候丢了东西 都给我了 我又不知道是谁了 所以需要讲一下 上个礼拜呢 在奉献箱里面呢 有一位可能是姊妹 她把一个信封放进去了 如果你是上个礼拜来的时候 你是从Takuma来 你把一个白色的信封放在奉献箱里面 如果这个是你的东西 请你来找我 我会在前面来恭候你的 OK next one就是报告了 下一个先报告一个事情 就是下个 这个是第四个主日 现在我们今天是第二个主日嘛 就是next next再过两个礼拜的事情 3月26号呢 第四个主日呢 我们会这里有一个联合的聚会 刚才不是说了九点半是英文崇拜 十一点钟是中文崇拜 那如果我们再combine 就是我们联合聚会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是十点半 所以在3月26号呢 我们会有一个联合的聚会 在也是在这里 可是时间呢 就是十点半开始 我们那个时候呢 会案例我们南区政兆堂的新的长老 所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崇拜 也是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感恩 Next slide please OK 这个呢是讲到儿童的事工 儿童事工呢 让大家知道呢 那个叫children ministry呢 不是只是主日学的 好 儿童事工呢 其实呢 要有好几样的东西 那其中一个呢 是叫children's school 那个主日学 那个我们也是需要老师 可是今天特别 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呢 就是九点半的时候 就是他们英文堂聚会的时候呢 他们也是有孩子 那个时候呢 没有那个儿童的主日学 所以我们必须要呢 要有一个爱心的 无论弟兄也好 那个姊妹也好 那如果这个刚才牧师也讲到说 那个符合你们的塑造 如果你有这个gift 特别跟小孩子 很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九点半的时候呢 也是需要有一些弟兄姊妹 能够来能够陪伴这些孩子们 所以因为过去 我们人不够 所以呢我们常常就只有那几位 所以他们都不能够去崇拜了 那他们因为他们有看孩子 他们都不能够 好像你们 我们现在这样子来到这里 来听这个讲道 所以呢我们是需要一些 一个我们的会 特别是会员 能够帮助 那我们现在会请你上来一下 OK OK 我想跟你们介绍这两位 这一位是Amy 我知道有些人都认识他们 可是有些新来的人 他们不认识 这一位是Amy 这位是Stephanie Stephanie跟Amy 他们是负责这个儿童事工的 Children Ministry 懂吗 所以如果需要 那个想做 无论是主义学老师 或者刚才讲的 九点半 你觉得你有神的 一个calling 或者神的感动 让你来看顾小孩 一般这个是比较小的 Is that right? 三岁到五年级的孩子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没有 Children Sunday School 所以他们也不能够 坐在这里那么久 所以需要人家看顾一下 所以如果 Any Sunday 你们有感动 请你找Amy跟Stephanie 谢谢你们 Thank you Next one 下一个 下一个礼拜六 是第三个礼拜六 第三个礼拜六 我们一般都是有弟兄的团庆 那这是面前这个礼拜六 面前这个礼拜六 我们也会有一个讲员 是讲到man's health man's health 这个是很好的 很多男人 他们都是拼命地做事情 他们都很少去注意 自己的health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都是很重要 很多美国一般的男人 到退休的时候 才去注意自己的health by that time的时候 已经60岁了 所以这个字 我们是注意的 还有我们会讲到 继续会读这个书 也有人分享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父亲 关于父亲 跟孩子 跟我们的关系 这个书 Next slide please 这个是讲到 那个姊妹的春令会 虽然是还有一段时间 可是也给大家准备 我们是五月第二个礼拜六 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六 如果你想参加这个 这个姊妹的春令会 就是把这时间楼下来 那你可以 他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去报名 四月份的时候 四月份就是富货节 那个时候就开始可以去报名 因为它是all day嘛 它是all day 不是只是半天 什么人都来 我们是希望能够报名 所以从Easter那个时候 我们请大家可以去找林师母 去报名这个事情 Next slide please 那下个主日呢 我们有那个杨浩婉牧师 来这里证道 还有请那个老弟兄 来出做词会 好了 那今天我们报告到此为止 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个末道散会 好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